HELLO 大家好 歡迎再到收看 薰的實況 我是薰古烈 先放晚一點 私理派對 性質的戀愛遊戲 好啦 又回到我們 私理派對 性質的戀愛遊戲啦 那不免俗 還是跟各位看官說一下 這一集也要有 Like Challenge 然後只要突破兩個喜歡的話 我們就會再推出 下一集的 私理派對 性質的戀愛遊戲 那如果說過很久 都沒有突破 還是會出 只是會很久 那如果很快的話 就是會很快出 就是這樣 以後Like Challenge就是這樣 希望各位看官 就是喜歡這個系列可以支持一下 好啦 我們好像很久沒有玩了齁 我現在的電腦是沒有顯示卡的狀態 對 因為我的上一個顯示卡壞掉了 不過看來私理派對好像是還能跑啦 算是蠻欣慰的 然後我們想一下 我們上一集是 剛玩完那個 後宮遊戲的第一個回合嘛 是泳裝 然後現在來到寶劍室的回合 然後四個 四個女角扮成那個 護士吧 對 那我們就繼續吧 好 喔 所以他們要拿那個 那個叫什麼 我們以前高中 CPR練習的時候 會用那個安妮是不是 是那個嗎 嗯 那個 日本可能跟台灣有點差異喔 不過這個全身的 我很怕他突然像革命一樣動起來 嗯 所以現在 只要對 這個東西練習就好 沒有要對摺智怎麼樣 啊 嗯 所以現在 只要對 這個東西練習就好 沒有要對摺智怎麼樣 嗯 淘汰嗎 可以 嗯 嗯 嗯 Satoshi君 短短とダミー人魚 同樣的狀態 所以 大家一起努力 蛤 什麼東西 這好像有點不太妙 這好像有點不太妙 等一下 真的假的 不是吧 好 Satoshi君 請去旁邊 請去旁邊 去旁邊 去旁邊 呃 我希望他們四個可以做得很好 如果摺智出來有什麼三長兩短 應該就是回合結束了 那 Satoshi君 請 靜子 你還有什麼補充的嗎 對於剛剛高越說的那些話 我有點不解啊 哦 這個表情 有沒有看到這個表情 你們都知道等等會發生什麼事 靜子點點頭 還打了個槍子 第一個症狀是什麼 我要先知道人體模型會出現什麼症狀 才知道出過有什麼三長兩短 這些症狀會發生在摺智身上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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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了 你突然一片血紅 我想知道先知道有什麼症狀 什麼 哇賽 你一開始就讓 你一開始就讓肚子裂開 哇 哇 這不能大意 這個真的不能大意 天啊 突然又可怕的起來了 這遊戲 替身假人的腹部淒慘裂開 其中滿是血跡的內障都流出來 等一下 這不是 這不是人體模型嗎 為什麼突然要這麼逼真呢 不是吧 我突然覺得 第一個回合 和平很多欸 等一下 這要怎麼處理 這要怎麼處理 這個是直美會知道的事情嗎 這個 這個是直美會知道的事情嗎 等一下 而且高越 為什麼你可以從頭到尾都那麼淡定啊 假人還在血流不止 嗯 血地上已經開始新生血破 哇賽 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哲次身上 他死定了啊 不是吧 這麼快嗎 應該沒有吧 五分鐘嗎 不是 收到五分鐘嗎 等一下 這怎麼好像影之書裡面 減的症狀喔 這現在是在捏 捏這個嗎 好 已經有30秒了 快要不要打開 沙特士的腦子很厲害 高越你到底是不是跟性子是一伙的啊 我越來越懷疑了 好 我們看一下智隆 直美把掉落出來的內障收集起來 等一下 到底要怎麼處理啊 這個症狀 超用力將內障塞回假人的附裝 等一下 只不過是真正的醫生 他會是這樣的處理方式嗎 周圍瀰漫的濃烈的血腥味 等一下 這人體模型 這確定不是用真的人做的嗎 你這應該要先麻醉 然後再用真心縫起來之類的吧 可是 保鮮絲你會有這些東西嗎 隻美站得起來像桌子的方向手具 然後好像拿起了什麼 什麼東西又向床走去 姿美抓住床單一下子甩了下來 什麼甩了下來 好吧 高岳現在這句話就只是很官腔的說法 也沒什麼好吐槽 姿美跪在替身甲人的旁邊 為什麼高岳嚇了一跳 定書機 等一下 我們可以理解成是姿美他並沒有找到爭先 他沒有辦法 我們不要理解成是姿美傻到可以用定書機 定別人的身體好不好 不然我真的是沒有辦法想像姿美有多蠢 準備用定書機來修復替身甲人腹部的傷口 哇 如果 則是 他要體驗肚子被定書機定的感覺那真的是超痛的啊 好啊 這是沒有辦法 好啊 這是沒有辦法 醫療用保持基斯 我看過傷口的傷口 真的有這種東西喔 可是 寶箭是裡的應該就只是普通的定書機而已吧 哇 看來他不只不存而且還很博學 可是我覺得用真的定書機定應該還是很不行的啊 這應該是 我們先看一下去 可是 可是這樣的話 哲智會變成怎樣啊 等一下 哲智真的已經體驗到了被定書機定的感覺嗎 那是超痛的啊 超痛的啊 哲智復復的血扣散開來 看來好像沒有什麼用耶 只會將替身假人的傷口部分 用 用蟲帶一圈圈殘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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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算就是這樣子 結束了嗎 他打算就是 定一定然後包一包就結束了嗎 我們看 我們看性子好不好 我們看性子怎麼寫好不好 好 好 他這首是點頭的啦 可是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要恢復的意思 好 性子打了一個牆子 看來還是恢復了 我剛剛真的緊張了一下你知道嗎 瞬間哲智制服上的血消失了無影無蹤 那如果失敗的話 哲智真的會死嗎 我會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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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死嗎 好 哲智的腹部很光滑 沒有一點傷痕 你知道嗎 哲智你還要再撐三個人喔 你還要再經歷同樣事情三次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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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紫美是又做了什麼 不就是看一下肚子嗎 難道還有 還有用手在上面一直畫一直畫啊 沒有啊 為什麼會癢 扶摸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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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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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為哲智是真的有可能會死啊 給你們看一下 給你們看一下好 我以前玩私底派對有CG出來 我好像都不會給看官看一下完整的圖 我最近會記得這件事情 如果我沒有忘記的話 好 哲智將手放在... 等一下 這是自眉跑完嗎 哲智將手放在淚流不止的直眉頭上 OK 等一下 到底是哪一個 哪一個外表看似十歲的王八蛋說 這只是很普通的什麼... 什麼學員技然後不會有恐怖的事情 蛤? 這誰說的啊 這是溫柔的撫摸著直眉的頭 這應該是... 點點點然後嗯吧 這應該就不用等他跑了 字妹邊流淚邊在哲智的懷裡 趁著頭撒嬌 OK 等一下 我現在發現我遊戲畫面整個都是白臉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遊戲是不是壞掉了 喔 所以是你會復原是不是 OKOK 這個說法我現在應該會看官可以接受的好不好 真的是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用了定書機來護理 到底會拿到多少護理分呢 慶子舉起的打分牌 我們看一下喔 齁 八點出來了 十點滿天中八點 這是高得點 我們看慶子真的是很嚴格喔 這已經是在緊張的狀態下 已經能夠死輸的最終方法了 還是只能拿八分 那究竟其他三個人會不會更低呢 好 我們聽一下慶子的說法喔 我們有請慶子老師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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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慶子好像很懂啊 這個過程的話啊 應該是沒有什麼 拉夫拉夫的部分 可是他們後面閃的要死啊 這到底要怎麼給分呢 慶子舉起的打分牌 喔 這個也是八分 我們聽一下慶子的說法 有請慶子老師 所以這個也是算在內的 喔 那給八分是非常合理的 就關於這個部分 性質什麼都沒說耶 反倒是高越的話蠻多的 嗯 好 那就是二位 看來慶子在這個回合是非常有影像喔 可是 重點來了 則是 要迎接下一個人選 也就是說 同樣的痛苦 他還有再承受三次 等一下 光是用想的就覺得很可怕啊 我 喔 是慶子老師喔 慶子老師應該 應該是很懂得怎麼處理的吧 只是 我很怕 她一緊張又什麼都不知道了 好 接下來 沙俊君會有什麼目的 天啊 我覺得應該也不是什麼好事耶 我們先看吧 嗯 呵呵 我常常看 我剛剛才想說 你還會再經歷三次 加油 哲智 加油 這才不是小小的疼痛好不好 雖然我也覺得哲智 但是 前面這麼爽 她應該也要承受一點痛苦 但這絕對不是小小的疼痛啊 好 我們先看一下是什麼 是什麼 這很重要啊 究竟是什麼症狀呢 你看 那個 信紙都寫下好了 這絕對不是什麼好事 打了個響子 究竟是 就是 人形的顏色變紅 變紅 只是臉變紅 我們先看下去喔 直接用手摸了 摸替身甲的額頭 該不會是發燒了吧 那該不會是發燒到四十度吧 有沒有溫度計之類的東西啊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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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燒到四十一 四十二度 那真的會有生命危險啊 傑為了更容易照顧 把假人放到床上 我 我 我 看來真的是發燒啊 等一下 我先看一下那個 漏格 那剛剛哲智應該說怎麼可能 喔 對啦 頭好痛 因為我印象中上一句也是怎麼可能 我想說那句應該沒跑完 他只是說頭好痛 喔 沒事 可是其實跟假人一樣 哲智的臉也漸漸變紅了 哇賽 發燒 也是很難受的啊 跟 內障 跟被開場剖度內障流出來 應該是差不多的感覺吧 我也不知道呢 那兩個都可能會有生命危險 這個罵人形要保證嗎 對 但是你要知道怎麼處理啊 這也有保鳴剤 但 等一下 我想一下發燒最有效的解決方法是什麼 因為發燒都是會過很久才會 才會好 不是什麼 趕快縫合趕快怎樣就會好像不一樣 把手貼在假人的頭上 你要別人發燒五分鐘內好應該是 應該是很難的啊 應該是很難的啊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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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用溫度計了沒 這才是40度近 那是真的有生命危險啊 很難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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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錯啊 可是我不覺得現在是可以 現在不是可以想那些往事的時候啊 這句真的是折制微笑的說嗎 嗯?是嗎? 很難的啊 怪怪的 很難的啊 嗯 對 對對對 可是澤氏聽的聲音好像很微弱啊 這好像不是可以想往事的時候 我們只有五分鐘的時間啊 但是 嗯 等一下 這有用嗎 嗯? 等一下 就只是聊聊天 我知道 我知道通常這樣子聊聊往事 對方的心情會好一點 可是 這能治療發燒嗎 好像 有點奇怪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對方的心情會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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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內應該是她的寵物 我不確定是寵物狗 還是寵物貓之類的 我有點忘記了 要再回去玩影之說才知道 好啦 總之 現在 氣氛又輕鬆了 是怎樣 發燒真的會好是不是 所以 誰都在側面 很開心 這個 總之這是影之書的劇情啊 各位看官有興趣可以去看影之書 雖然我個人不推薦啦 因為影之書真的是 蠻虐的 對 很久以前的作品 我個人看下來我感覺很虐啊 但是如果你對這個 哲之序結衣家 照顧的小插曲 你有興趣是可以看一下 總之 所以發燒到底怎麼樣 只有我在擔心這件事嗎 這個應該在愛情分上面 可以得到很高的分數 可是在護理分 如果我是評審 我應該不會給什麼 護理分啊 因為我是很嚴格的啊 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樣你知道嗎 自媚 我的想法是 我覺得發燒也是可以很嚴重的 可是 可是現在結衣照顧的方式 有點奇怪就是了 感覺哲是 好像沒有好轉啊 對啊 哲是好像還是沒有好轉 而且說真的 在天神小學這種地方 應該是也沒有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讓你煮粥的啊 所以你直接丟給了哲是 發燒這個症狀 應該是想不太到什麼方法可以好起來 接一遍陷入了 困惑 等一下五分鐘耶 五分鐘現在應該剩下的時間不多了吧 而且天神小學裡面 也找不到地方喝水吧 這絕對不是什麼好東西啊 應該是什麼血啊 什麼肉醬的醬汁之類的 塑膠瓶 性子高興地遞出一個塑膠瓶 這絕對不是好東西啊好不好 我們先看一下選這個選要會發生什麼事 再結束這一集好了 但是 但是我覺得 我第一直覺是不要 我第一直覺是不要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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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我覺得用常理去思考 很容易選錯你知道嗎 所以 反正 反正我們 也沒有說一定要 第一個就選對嘛 我們試試看接受好了 反正性子也不會跟你說 那個瓶子裡面到底裝了什麼啊 我們只能自己去試毒了 我們先看會怎樣好了 你知道嗎我現在是抱持著懷疑的心態啊 接一接過塑膠瓶 迅速打開瓶蓋 哇完全沒有詞裡耶 我們看一下到底 這裡面裝什麼好了 你至少看一下瓶子裡面是不是透明的好不好 裡面的液體是不是透明的 裡面的液體是不是透明的 澤氏痛苦的身影者 嗯 我們先看一下到底會怎樣 喝了之後會怎麼樣 把瓶口放進澤氏的嘴裡 嗯哼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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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 果然 果然不是嗎 果然 果然是錯的嗎 突然哲氏大叫爬起來 果然是 果然 性子不安好心嗎 等一下 裡面到底是什麼 性子 性子你給我解釋一下裡面到底是什麼 突然哲氏 是 的口中滴落出像黑色鞋一樣的嚇人液體 等一下 到底喝了什麼啊 人家裡面絕對不是水啊 接一連忙查看瓶子 油酸嗎 剛剛還透明的液體 現在卻變成了紅黑色鞋原來本來是透明的喔 那就不能怪你啦 可是我們現在是不是選錯了 哇性子 性子 現在已經走到這種地步了 你還會復原者之的痛苦嗎 我 不是很確定 滾河的鐵鞦位和腐臭的臭氣飄得出來 接下意識的無助的嘴 這麼可怕的議題喔 到底是什麼東西啦 完了我已經可以想像 我已經可以想像性子非常噁心的微笑了 哪...哪邊啊 什麼屍體泳池嗎 不會吧 不會吧 我...你不要給我看是什麼地方弄...弄...弄來 我不想看 喔真的欸 天啊 喔油香吐了是不是 屍體泳池 那裡飄著無數被殘殺的屍體 是個滿是血和內臟地獄半泳池 好我知道了 我知道這邊的水是不該喝的好不好 所以... 折制接下來到底會怎樣啊 好酷喔 好酷喔 好啦對啦我上當也沒有錯 那是因為... 那是因為我已經被這個遊戲裡面的選項騙過很多次 我才會想說有時候我們應該直接一點 然後我這次就被騙了 好啦我覺得折制應該是掛了啦 那應該是run end啦 把嘴裡的東西吐了出來 折制又仰落在床上 好啦我真的不是這邊要選錯的好不好 我是覺得... 有時候我們應該直觀一點 結果我就被整了 折制的額頭剩出大量的汗珠 這應該是Yui先生在幫他擦汗吧 拿出手帕幫他擦汗 等一下現在怎麼又緩和了是怎樣 已經... 又...又...又...又那個囉 不緊張囉 折制的狀況比剛剛更嚴重了耶Yui先生 嗯...對 嗯哼 欸Yui先生 折制一臉快死的樣子耶 這樣真的沒問題嗎 什麼 欸這隻感覺真的快死了耶 睡覺嗎 嗯...不是啦 他不是在睡覺啦 他等等...他等等眼睛一閉上就不會再醒來啦 Yui先生 可愛 Yui先生 哈囉 Anybody home 接一微笑著抚摸著這額頭 他快死了啦 什麼呀 你似乎像恋人一樣 是沒錯啦 這個護理分可以給很高分啊 如果我是評審 不是護理分 愛情分可以給很高分啊 可是如果我是評審 我護理分給你零分啊 這個我護理分絕對給零分啊 我現在只是很好奇這是run end的耶 可是我已經錄28分鐘了耶 所以這到底是不是run end啊 嗯 嗯 因為有時候 私底派都會過了很久 你會感覺好像沒事 可是突然就run end了 我是怕這樣你知道嗎 要碰到身後的桌子 把桌上的瓶子碰掉了 嗯 什麼東西 裡面透明液體滲得出來 嗯 液體迅速的流出滾到的床邊 這什麼液體 就在那一瞬暖爐中生起的火 突然又怎麼了 我們已經錄29分鐘了 我不想再繼續看下去你知道嗎 突然然後突然就來一個東西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破舊的暖爐突然生起的火 讓 讓靠在 這讓靠在暖爐上的遊行發出了一聲悲鳴 就在那時暖爐找 暖爐倒了 嗯啊 破舊的暖爐突然生起的火 酒精 是酒精 所以這邊要濕火了嗎 酒精流出的路線上突然燃起了大火 然後經過床單傳導的 整個床上都燃燒了起來 在床上的替身甲人最近又被大火包圍了 替身甲人要被燒死啊 所以這是RUN END嗎 只是繞了一大圈就還是RUN END嗎 欸這個時候就不要再吐這種槽啊高月 不會 不會吧這感覺是真的沒救啊 這不要再騙我啦 這感覺就是要被燒死啊 剛剛就已經找不到水了 現在 被燒死了 但是 已經沒有水了 把火拍滅了 把火拍滅 天啊 這個很嚴重啊 四處發出聲聲悲悯的寶劍是亂成一團 哈哈哈哈 燃燃了 對喔這個時候的性子真的是很像打他一拳你知道嗎 這我真的是沒有辦法 這我真的是沒有辦法 嗯 這時候 這個時候我感覺說到還是很單定啊高月 這次又怎麼了 趴著打了個牆子 所以是怎樣 因為性子覺得現在的狀況很有趣 他很開心 所以就沒事了嗎 我已經 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們繞了 我們這次繞了一大圈你知道嗎 我們從 哲司喝了一個很噁心的議題 他感覺快死了 到 發生了火災 然後 那個替身假人 燒了起來 哲司也燒了起來 我們都感覺快要沒有救了 就這個路線居然是對的 哇 這個遊戲的邏輯已經 不是我可以接受的東西了 好啦 總之 我們已經 玩完了兩個 女角 看起來好像有點怪怪的 總之 嗯接下來 性子應該會幫 Yui先生評分 我們就來看他會給多少護理分數 如果 性子給 Yui先生很高的護理分數 這遊戲 我就真的無法理解 好啦 這裡錄了四十 不是 錄了三十三分鐘 天啊 我都快受不了 等一下我先存檔 嗯 好我們先存檔 嗯 天啊 我們錄了三十三分鐘欸 真的假的啊 受不了欸 這一集又超級長的 好啦 那小明天的實況 就先做到這邊好了 大家還是觀看不出喔 如果你喜歡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按個喜歡 不要忘了這影片 大家也非常喜歡給你的朋友 想繼續看下去的話 可以在影片右下方 按個訂閱 從現在開始的時候可以看到到別人中點 順便在這邊旁邊的鈴鐺 對我影片有什麼意見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 評論就好這邊連結什麼 最大的東西唷 如果你粉絲的那邊按讚 順便追蹤我IG 好啦那小明天就 下次再見 掰咪 來到了媽媽的槍水 謝天謝地 我剛剛在幹嘛啊